山东济南农商银行副监事长彭博,网络图片,中共官场包养情妇,嘶。 生子成风,不过日前一桩举报官员类似丑闻的案件却逆转。 山东济南农商银行副监事长彭博,早前曾实名举报当地厅级官员有情负集。 私生子,幼稚公司内有高层参与巨额诈骗案,导致银行损失30亿元人民币。 但法院6日一审死案,结果举报人彭博反被以寻衅滋事罪。 判刑4年,综合陆媒报道,法院指彭博因不满未能升官,雇佣。 网络推手编造了一系列与银行相关的一系列丑闻,造成公共秩序。 严重混乱。 2019年6月,一篇题为《实名举报山东厅级干部生》。 《国银乱、银行资产损失近30亿元》的文章热传网络。 这篇刷屏文章的作者自称小鹏,是锦南农商行副监市场。 他在文章中指出,当他得知青岛银监局局长王中坦的情妇生子之后,五年来,一直生活在被降。 即,被跟踪监听,电梯里被死亡威胁的恐惧之中,而那个肆意枪害他。 的领导,仍在高堂之上,拉帮结派,打击报复,堵住其每一条申诉之路。 该文指出,2015年11月,山东省省联社任用小鹏为锦南一农。 商行副监市场,副储吉,这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,锦南农商行副。 责人从未下发分工文件给他,业务会,刑务会议也不通知。 只按照通。 知列席监市会而没有权力决策任何事。 此外,他在举报文章中还称。 青岛银监局局长王中坦,山东省联社原副主任丁浩生有生活作风问题。 涉嫌滥用职权,并指出时任锦南农商行副部长李丹宇斯克锦南农商。 行假公张,涉嫌诈骗近30亿,还举报山东省联社多项违法违规问题。 他通过网络求助社会,求助银保监会,求助各级纪委,并表示对他自己讲述的每一个字负责。 有关举报文章迅速引起关注,阅读量超过10万人次。 针对举报信息,2019年6月9日,济南农商行发布声。 明表示,6月8日,该行员工彭博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不实信息。 文中化名小鹏。据该行声名,彭博,1970年4月出生,全日至高。 中学历,2011年11月自愿调入圆润丰农科行,任职监市场,2。 015年11月,彭博任职锦南农商行副监市场享受副行及薪酬贷。 欲,非领导班子成员。以上任职程序合规合法。 6月9日下午,清。 道银监局局长王中坦针对彭博举报其与情人生子,将情人调入单位领。 道班子一事,回应称该举报一派胡言,拒绝接受采访。 山东省纪监委的调查组次月发布调查结果,则指并未发现上述问题。 济南中院。 微信公众号今年1月7日报道称,经历下法院查明,彭博因职集待遇。 和未进入济南农商银行领导班子而心生不满,多次通过信访手段谋求职务上的不正当利益。 相关等单位针对其信访事项急于调查反馈获达。 富,但彭博仍不满意。 未向济南农商银行等单位施加压力。 他于去年5月支付12万元人民币雇佣网络推手网远见,二人共同策划网。 落炒作方案。 据报,彭博将道听途说,主观推测的不实材料。 交由网远见加工后,在网上发布包括上述文章在内的50余篇文章及信息。 这些文章,信息被新浪、搜狐、凤凰、腾讯、网易等十余加大。 陆网媒转载报道,引发网民大量转发及负面评论,点击量超过千万次。 法院宣称有关文章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。 同年9月,彭博被警方抓获。 法院称彭博借故生非,在网络上肆意散布虚假信息,混淆。 试听,蛊惑群众,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,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。 罪,罪判刑四年。 法院发布的消息显示,案件中的另一主角,现年。 57岁的王中坦去年升任云南银监局局长,并未受事件影响。 尽管官。 方声称举报人是诬告,法院也有判决,但事件触及中国大陆企业治理。 中长期存在的监视会形同虚设的现状,颇为敏感。 也有网民对于举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下能备强明亮那么直律 速点点栏目